第四母公司 嗨 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薦 迪士尼就是最好看 然後很好看 跟大家很推薦的 迪士尼真人電影啦 因為小時候應該大家都是電視兒童 就是每次都坐在電視機前面 然後狂看電視那一種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不太會看 真人是迪士尼這種 就是真人去演的電影 但是後來越長大就越看 就是開始就是 真的很obsessed with it 然後就是 就是會一直去看不同的 然後會想說會不會有更多 反正今天就要跟大家推薦一些 我覺得蠻好看的一些 迪士尼真人電影 然後這一集我應該會做蠻多系列的 那有機會大家就只有再去看看這些影集 好那第一個我要跟大家推薦的呢 就是叫做16歲的生日願望 我覺得這個應該比較少人聽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呢這一集 他其實就是我覺得他的教育意義也非常的重要 反正16歲生日願望呢 就是在那個校超越扣地的 頂級郵輪裡面的那個貝莉 大家知道吧 就那個Debbie Ryan 她所主演的電影 這16歲生日願望呢 就在講說 欸就是貝莉啊她 要滿16歲了 然後呢她16歲的時候就是 因為她常常會嫌棄 就是家裡有一些東西 可能就是對生活不滿足 所以呢就是上帝就派來一個使者 然後決定要給她一個 男忘的16歲生日願望 一個男忘的16歲生日的一個過程 對 然後反正就是她對面住的一個女生 那女生是黑人 我記得 然後那個女的反正就是 有的東西就是都跟她 compare了以來都比她更好 然後怎樣之類 然後生日還跟她同一天 然後生日那天還得到一台車子 然後她好像生日那天只有得到一個 蛋糕吧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早餐之類 對 然後 而且她弟弟還就是 就是常常會惹她不改心之類的 然後 所以呢 那個 上帝派的那個使者啊 就是 就在她們家裡面的那派風口裡面 放了很多黃蜂 所以她們那一整天 她們家裡都不能有人住 所以呢 她這些也沒辦法 好像穿著很美 要去學校或怎樣之類的 然後她還必須要大巴士去上學 對 然後在美國來說 她們其實覺得大巴士去上學是一個 就是 跟開車去上學兩個相比 後來是開車比較拉風 比較fashion一點 對 所以呢 嗯 那個 Debbie呢 她就是覺得 喔 為什麼我16歲 這天會這麼的背 就是運氣怎麼這麼的爛呢 就真的是 What happened 我到底得罪了誰 這種感覺 對 所以呢 就是 後來呢 她就是收到了一個 那個蠟燭 然後是 1到16的 就是有 從第一個 然後到第六 16個 這樣蠟燭 然後呢 每個蠟燭上面 就是 還有一個火柴 然後呢 你都可以在每個蠟燭上面點一次 可是你點每點一次 然後你選了那根 願望後 你那個願望就是 就被用掉 所以你就只有16個願望而已 然後她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是一個男的 然後那男的呢 我覺得她長得還蠻帥的 對 然後其實呢 Debbie都一直不知道 就是那個男的喜歡她 然後呢 反正後面的故事 就是越發展就越離譜 越發展就越離譜 就是說 喔 好像就是她遇到什麼困難 就 欸 我可以許一個願 喔 有沒有 她就開始用那些願望 那就許到最後 她就自己變成一個大人了 因為她覺得說 喔 為什麼我就是一個16歲小孩 要處理這麼多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 已經長大了 那結果 她學完那院以後 她就是全部的人都不認識她 然後父母就說 喔 你應該搬出去外面住了喔 因為你是大人了嘛 所以就幫她租一個房間 她沒想到說 欸 大人的生活原來這麼的辛苦 就是 需要付房租去工作 然後呢 每天都很忙 然後還要繳電費啊 繳房租 繳生活費這樣子 然後 然後 而且就是 也沒有就是 呃 朋友了 對 然後她回去找那個 她的 很好的那個男生 那個朋友 也發現說 欸 她怎麼不記得她 這樣子 就很奇怪 所以呢 她後來就是 反正她 故事一直翻了 最後 她就是 了解到 欸 好像 我這麼Demanding 我這麼要求這麼多 好像是錯的 就是 16歲 就是 雖然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但是我 應該不是 應該這樣過 應該是 珍惜我有一切 然後呢 去幫助 應該要幫助 因為她弟弟就是 一直很想要選 音樂啊 想學吉他 但她弟弟都沒有錢 然後呢 結果她姐姐後來就是 那個 許完那個願 就是變成大人後嘛 後來發現 欸 她有一個蠟燭沒有用 所以她就 點了那蠟燭 然後呢 就吹了 就希望說 欸 我可以回到 我 今天早上 一切都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她就回到那個時候了 對 然後呢 回到那時候 她就 很愛她爸爸媽媽媽 然後呢 展現出她的love 然後給她弟弟 就是 呃 我記得是給她弟弟 她自己的私房錢嗎 說 趕快去學吉他 然後就後來就是 對 反正就是後面 就是一切就是 非常圓滿 然後呢 她 跟那個男子 就是也 畫在一起了 好 這是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呃 電影 叫做16歲的神人願望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我覺得非常讚 好 那第二個我要跟大家來 推薦的就是 Halloween Count 就是呃 女巫一族 Made it What do you do? Why don't you go sit with grandma? No Not yet I don't want to take a chance if her stopping the bus to send us home Yeah What 大家知道嗎 女巫一族就是 就是以前 就是只要是聖誕節 那個前後的時候 就一直狂播 然後輪流在播 就是 因為女巫一族 她總共拍了四集 我的天啊 就是超多集的 就是不知道她 為什麼可以拍這麼多集 而且最好笑是說 她第四集的時候 女主就叫她換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她同一個家庭 然後女主就叫她給她換人 就整個是莫名其妙 就是一個問號在那邊 好 反正女巫一族就是很好看 因為那時候 呃 我記得 我們小時候吧 那陣子就是非常非常流行 魔法女巫啊 巫毒術啊 這種 那就出了一系列 就是全部都是在這樣 魔法的 到現在 魔法的一體還是很夯 但是呢 以前那時候真的是 就是大家都go crazy 就是一直狂做這樣的主題 女巫一族呢 主要的顧視大綱第一集呢 就是在講說 就是女主角馬尼 她跟她弟弟 還有她妹妹呢 呃 是住在 呃 人類的世界 因為他們不知道她自己是女巫 然後每年到萬聖節的時候 他們外婆才會來訪 就來 呃 探望她們 對 然後呢 就其實長女巫 到16歲嘛 我記得好像是16歲喔 的那一年 就是如果沒有開始 正式的訓練 自己當一個女巫的話 她法力就完全的消失 就不見了 對 然後呢 所以呢 馬尼她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嘛 然後她外婆來 這次就是很 intentionally 就是很刻意的 就是要把她 訓練成女巫 但她媽媽就不准 因為她媽媽覺得說 呃 就是當女巫 太麻煩 而且也沒辦法融入人類的世界 她希望 她的小孩 就是每次都是這樣子 就是有魔法的人 就是希望可以變成 很normal 然後我們都是很normal的人 就是很希望有魔法啊 就很奇怪 但她媽就希望說 她可以就是 很正常的 在人類世界生活 平穩的長大 拿去工作 這樣就好了 不要 no magic 不要魔法 對 然後外婆就覺得說 她媽媽很瘋 然後呢 說為什麼有魔法 這麼方便 又好用的東西 你會不要呢 然後反正她媽媽 就是 有她自己的 reason 其實媽媽總是有自己的 reason 對 反正後來 馬尼呢 跟她的弟弟 還有 她弟弟是低冷 然後呢 還有她的妹妹 呃 就是 那個 因為她每年 萬聖節的時候 她媽媽都禁止 她們去外面 trick or treat 對 就是因為他們 因為萬聖節其實是 在 女巫她們 來看來 就是她們 真正的她們的節日 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看 就是鬼節 可是從 呃 女巫她們的角度 來看 就是她們的節日 嗚 就可以 去 從人類世界 到鬼的這個地方 通道就會打開 對 所以呢 後來馬尼呢 就是 沒辦法去trick or treat 但是外婆來了 所以她很開心 然後呢 外婆跟她們相處 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呢 就是那一整個晚上 就跟她們在一起 然後到Mind Night的時候 她就說 哦 我必須要回去了 對對對 所以呢 那個 就必須要離開 然後馬尼她們就很傷心 就不太 不太 就是 氣氛就不太好 反正後來呢 就是馬尼呢 就決定說 要 偷偷的跟著外婆 回去 然後她就說 要看 因為她從來 不知道外婆家 到底長什麼樣 所以她就偷偷跟外婆回去 然後結果後來 她就是 馬尼 然後 Dylan 跟她妹妹 就三個都一起 跟外婆回去 然後他們就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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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跟那個公車這樣飛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oh my gosh 原來她 奶奶是個女巫 對 就是非常的 surprise 外婆這樣會是女巫 然後自己也是女巫 然後如果自己 今天開始沒有開始訓練的話 就不會是女巫 對 就一天全部的事情 都在她身上 這樣explode 反正後來到了 那個 呃 萬善節 症以後呢 馬尼跟她奶奶啊 還有她弟弟跟妹妹 就是 重聚了嘛 就是他們 就大了一輛車 然後呢 到她奶奶家 然後呢 我記得就是 她妹妹的 呃 魔法 就是可以許願 因為呢 那個時候她們 大門就是被鎖起來 然後妹妹就 oh 我希望就是那個門 可以打開 然後呢 就那個門的上面 那個就是一個鎖 然後那個鎖是 青蛙樣子的吧 然後就變成真的青蛙 所以那門就打開了 然後呢 她奶奶呢 就 oh 很開心他們來了 但是她知道 她媽媽一定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呢 她很怕她媽媽會很生氣 然後會 shout out 這樣子 會go crazy 所以呢 她就說 你們待在這邊可以 一天可以 可是呢 我們就必須要 呃 玩夠 就必須要趕快回家了 不然媽媽真的會很生氣 這樣子 然後呢 你說 可是我不想要 就是你是女巫啊 你可以訓練我這樣子 叫小孩嘛 就是總是 會想要 自己沒有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 這也是她 自己的 一個權利吧 我覺得 你是女巫啊 就去訓練當女巫啊 然後你可以過了一般 正常人的生活 你也可以當女巫的生活 就可以自己選擇 就是不要限制自己 OK 好 anyway 反正呢 男男的就是 就跟她們講說 但是呢 最近就是在這個 萬聖節症啊 非常非常的詭異 就是最近總是有人口消失 然後呢 那邊就有一個症長 就是萬聖節症的症長 就是是她媽媽的一個大學的同學吧 對 然後所以後來她媽媽 就是發現她們不見了 就非常生氣 就跑來找她們 然後就說 馬尼 你們全部跟我 馬上跟我回家 然後這樣子 就是 非常的兇 非常的生氣 然後呢 結果後來就是 就遇到那個症長 然後她說 啊 我想說 可能大家有一下下 應該沒關係吧 好吧 你們跟奶奶現在一起 然後我跟那個症長 聊一下天 這樣子 然後那個症長 看了出來 就是喜歡她媽媽的樣子 然後呢 反正之後來呢 她們就發現說 有壞人 對 有壞人開始想要漸漸的 掌控萬聖節村 然後呢 想要希望說 可以讓萬聖節這個節日 重新回來 然後呢 以前萬聖節是什麼 妖魔鬼怪 可以去 人類世界去嚇人啊 然後去吃把人家吃掉 這種節日 但現在卻是什麼 去外面辦 這個class tune 然後呢 就是那邊 就是 變成一個小孩的節日 就非常ridiculous 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turn out 就是發現說 诶 居然那個壞人 就是她的大學同學 就是那個同學 然後所以後來呢 馬尼的奶奶跟馬尼媽媽 就是居然中招了 所以他們就是變得有點像是 呃 哈利波特裡面 但是被石化 對 他們沒有死掉 然後 所以馬尼後來就必須要 去找到 呃 她奶奶就是有一本書裡面的 一種配料 就那種配料可以讓 萬聖節症 就是她們一個很大很大的南瓜呢 發光起來 然後這個光就可以把 所有邪惡的東西都驅散開 對 然後後來嘛 經過了一番韓徹骨 之後呢 馬尼就跟她弟弟弟和妹妹 終於很成功 然後把全部東西都找齊了啊 其實我記得有什麼鬼的漢吧 然後狼人的牙齒 然後什麼 欸 吸血鬼的牙齒 跟狼人的鬃毛 什麼什麼 這些全部這樣加起來 當然全部加起來後 有什麼用呢 還是需要魔法對不對 所以呢 最後就是會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為馬尼跟她的弟弟 還有她妹妹 然後還有她媽媽跟她奶奶 全部加起來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就說 你們只是一個女物而已 有可能比我這個 這個偉大的魔法師強嗎 就是她的大學同學的話 就這樣講 然後她說什麼 可是我們不是一個人 我們是一種的家族 反正話他們就是用了 那個書上面的咒語 還有那個 他們找回來那些材料 成功擊退了他們 然後呢 她媽媽也是同意說 可以讓他們來奶奶家這邊 然後呢 馬尼可以學魔法 對就這樣子 然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 反正就是那個 呃 上一節那個壞人的兒子就回來 然後呢 在那邊 跟馬尼變成男女朋友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說 那個人是壞人 他只是想要 實現爸爸的夢想 然後讓 兩個地方的通道打開 然後所有的怪物都跑過來 這邊統治人類的世界 然後就可以統治人類 加上統治怪物的世界 這是第二集 然後第三集的內容呢 就是 呃 馬尼 就是還是正常原本的 一到三節的主角 就是呢 呃 因為呢 馬尼他已經是一個成熟女巫了 對 所以呢 就是 呃 他們家族在 魔法界其實是非常一個有名的 很古老家族 威隆克爾家族 對 所以呢 反正就是他們就是有一個交換的計畫 就是要 把 呃 那些精靈啊 什麼 石獅怪啊 然後 什麼 仙女啊 就是 像是交換學生一樣 就是從 那個 另外一個世界到人類世界 這樣子來 進行一個參訪 來進行一個教育 就是說 欸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社區裡面的一個委員會 就是那個萬聖節村的那個委員會 就說 欸 瑪妮你不是說就是 呃 人類世界就是已經非常接受我們了嗎 那 就是 就是在質問他那樣子 因為呢 我記得瑪妮就是 好像之前就是 呃 在人類之前 面前使用魔法是怎樣之類的 對 反正他就是被召去那個 委員會 然後瑪妮就說 就很意氣用事 就說什麼 人類現在真的是很接受我們了 我們可以好好和平相處 不然我就是用我全部的魔法跟你打肚 然後就委員會就說 那就是DL了 然後瑪妮就說 啊我不是很故意的 我不是 那反正就是 委員會就是說 如果他們在什麼什麼之前沒有讓人類接受這些 呃 魔法生物的話 那 威龍克爾家族的魔法就會被全部都奪走 對 反正後來就是 呃 也有出現 什麼遠古的一種 什麼歧視喔 就因為以前就是 好像說什麼歧視是專門就是殺女物的什麼這樣子 反正就是出現這樣子 然後呢 那也起 就是有一個歧視 然後就是一直在 Zoom 就是在Sabotage 那個 瑪妮他們的行動 對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到萬聖經濟天他們就要辦一個 那種像有外國遊樂園那樣子的一個活動 對 然後呢 他就是有一個鬼屋 然後呢 就原本他們就想說 因為其實他們就是 的認知 他們是根本就不可怕 就是我記得他好像是說什麼 他們會吃什麼 米蟲麵包喔 然後還有什麼 會跳舞啊 怎樣怎樣之類的 就是 跟我們想像的都很不同 很顛覆 就鬼屋 應該是說 他很可怕會吃人啊 噴血這樣子對不對 可是就是 他們其實 那些魔法神物根本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是我刻板印象這樣子 反正後來就是最後就是 呃人類 那個 接受了這些魔法神物的 真實樣子 然後呢 原本也有壞人嘛 壞人就是固有那個騎士的人 然後那個壞人就是 呃 也是來交換的一群人 其中有一個人的爸爸 但是他的爸爸也是委員會的 其中一個人 對 然後他就說什麼 呃如果 呃 就是馬尼他們沒有完成的話 他的魔法 他們的魔法就全部變成那個人的 對 反正後來就是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成功落幕 他那個壞人也被 困在一個女巫鏡子裡面的 嗯 然後 呃 第四集的話 第四集就是要叫傳承之藥 那第四集就換 就叫做主角 然後就是馬尼他就到 主角也是叫馬尼 第四集的話就是主角到那個 什麼 萬聖節鎮的大學去讀大學了 對 然後他弟弟也是去了 然後反正就在那邊 然後呢 他們就是又遇到了很多那種 很奇怪的事情啊 然後又有壞人要來阻撓他們 就是怎樣怎樣之類的 就明明他們就是 根本就沒有做什麼事 然後換人就沒事了 憑空出現 然後要控制他們這樣子 反正就是最後 就發現說 原來就是在這邊之前的 遠古時代有一個女王 就是 萬聖節鎮的女王 叫做 施普蘭朵拉 對 施普蘭朵拉 剛好還記得名字 施普蘭朵拉呢 他是這邊的女王 然後他有一個東西叫禮物 然後那個禮物是一個項鍊 然後只要帶來那個項鍊呢 的人 就是都可以實施一種魔法 就是跟那個魔法 可以命令大家做什麼事情 因為呢 在女巫界他們的魔法 其實是不可以控制別人的意志的 但是呢 施普蘭朵拉這個項鍊呢 就是可以 那個 控制大家的意志 對 然後 呃 反正就是那個 壞人他們就想要奪到這個項鍊 然後呢 可是這個項鍊只有從 那個女王他們的 呃 血脈這樣下的才可以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就是需要那個馬尼 然後呢 結果後來就是馬尼跟他 媽媽 然後呢 還有他的弟弟 就是 後來他們就聯合在一起 然後呢 說 就是他們就騙了那些壞人 說喔好啊 我們幫你 那其實是他們在那個那個 呃 講的那一刻就說什麼 呃 就是 換成命令那些壞人 然後呢 命令那些壞人 就是讓他們束手就擒 對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要以三個 法師的力量才能一起結合起來 然後發動那個很大的命令 所以就是他 然後 他媽媽跟他弟弟 講三個人加強 魔法 對 然後呢 所以後來他就是 把那個 呃 那個禮物那個堆子 然後呢 他就是 因為那個太強大的東西 就是總是不可以 落入壞人手中 所以應該要被摧毀 但是呢 馬尼最後就是把他叫他弟弟保管 結果他弟弟在書裡面 在讀書 所以發現 書怎麼被挖一個洞 那裡面就是那個項目 對 反正小時候就是 都是很magical 這些事情 好 那接下來 今天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最後一個 電影呢 就叫做 The Cheetah Girls 花暴少女隊 就聽到這個名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八九零年代的風格 對不對 就真的很瘋 而且他還拍了三集喔 我今天就講 他最原生的一集就好 因為我覺得他後面兩集就是 還好普通而已 花包少女隊呢 他第一集就是 在紐約 然後第二集是在什麼 勇闖西班牙 第三集是什麼 勇闖印度 就是他到底要去哪些國家 就是 那個什麼七大洲 全部要跑光光 是不是 反正就是 那個 花包少女隊呢 他就是主軸在講說 有四個女生 他們呢 他們就是 他 女主角是那個 瑞瑞巴斯特 就是 是那個 天才魔女 Lessal Raven的女主角 主演的 然後他們四個人的名字都超級難念 都叫做什麼 Gorilla 然後Chanel Aqua 跟Dorinda 對 就超難念 就不知道到底在念什麼 反正他們的夢想 就是他們可以一起變成 就是那種 少女團體 歌星這樣子 然後呢 未來就可以這樣子 很成功的發展 就是他們自己的夢想 然後呢 就是 因為他們就是 的學校就有辦一個才藝表演 對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唱什麼 Sandorella 他們自己唱一首歌 結果後來就是 他們在唱Sandorella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們老師以前其實是 就是有那種 紅過一時的歌手 然後呢 他的學生就是 就是現在是很有名的那個producer 然後他producer就來找那個老師 對 他其實就只是來這邊挖角 那種明星的 就那種忘恩負義的學生 然後 所以他們就看到Chita Girls 然後就說 Chita Girls 感覺就是 可以利用的一群人 反正呢 他就想要叫Chita Girls他們簽約 然後結果沒有想要說 他的那個deal 就是那contract 居然是希望 他們四個人都戴面具 然後呢 是要對嘴唱歌那種 然後就整個直接超傻眼 對 然後呢 反正瑞瑞就說 這種事我絕對不做 然後這樣子 可是呢 他們其他團員就覺得說 欸 瑞瑞有點太霸道了 因為呢 就是他們 就是自從就是 呃 一直講一直講 重複的事 一直講一直講 講到別人就覺得很煩樂那種 然後就很自以為是吧 就感覺就是說 好像自己是那種 隊長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呢 他們其實是一個 四個人的團體 所以四個人應該都在equal的 然後反正的話 他們就說 瑞瑞不可以這樣子 總是為我們決定 對 我們並沒有就是說 我們不想這種什麼 這樣子之類的 那瑞瑞就說好啊 很好 那 你們就去吧 那我就不要了 然後呢 瑞瑞就很傷心嘛 因為他跟他們都很好 然後其實他也是 大部分是為了他們好 他希望他們可以進軍 就是什麼 好萊塢啊 百老會啊這樣子的之類的 從來很有名的女性團隊 反正最後呢 故事的結局就是 那個 就是 因為那個要什麼 瑞瑞他養一隻狗 然後他帶狗去散播的時候 結果狗不想你釣到那個 那個馬路在修里 然後下面就是 有下限的地方 然後 他就是 狗就不想你釣到那邊了 然後 就是因為下面這樣其實很難看到嘛 因為他管線很多這樣子 然後 那個 那個什麼 消防人員就說 啊 希望瑞瑞可以 出一點聲音之類的 因為那狗聽到主人的聲音 或是 熟悉的聲音 就才會 靠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才把狗抓起來 那結果 這個事情就這樣子 然後就阻塞了道路 所以呢 就報上了新聞 那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Chanel啊 然後Aqua 然後Dorinda 然後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他們都跑來 幫瑞瑞 其實他們 是想要來幫瑞瑞 其實他們口頭上說 我只是來幫多多的 我覺得多多好像是那隻狗吧 對 反正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成功的唱了一首歌 然後讓那隻狗 靠近那邊 然後就把狗抱出來了 然後 結果最後的時候就是 因為大家還是在一起勇士 然後瑞瑞就抱著那隻狗 然後說 大家 該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要走了 然後 瑞瑞就跟 有一個他們 就是 學校去 才藝表演的一個男生 就是他也喜歡的男生 那男生也是很有明星特質的那種感覺 串通好 就是說 那男人是要彈吉他 然後他唱歌 然後他們就唱什麼 We are sister A different color 就像這樣子的 We make each other stronger That ain't ever gonna change 然後呢 他們就在那個 有員結合上開始的拍 那邊拍 變成像拍MV的現場 就直接在那邊唱歌跳舞起來喔 然後就 唱歌跳舞起來後 就包含了行文 然後 結果他們後來就是 就回去了那個 才藝表演嘛 因為 他們就是 原本他們就沒有參加那個才藝表演 他們其實 就是 因為 原本想說 就是如果接了那個 contract的話 就不需要參加才藝表演了 因為他們就覺得自己可以紅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就是 這邊就是顯示他們 忘了 那個 他們本來的初心吧 就本來就是 自己做音樂 然後做好好的 然後來表演 對 反正就是最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們還贏了那個 才藝表演的 第一名 就他們根本沒有在才藝表演 那個地方表演 他們直面就要扭一鏡頭表演 然後那邊我就覺得有點傻眼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那個 很有命的那個producer 就是 看到電視上的新聞了 然後呢 他們公司就說什麼 你真的是搞砸這一次喔 這樣子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 然後瑞瑞就說什麼 蛤 producer找我們嗎 告訴他 Cheetah Girls 會以自己的方式 成功 不需要他的 然後他就把電話掛掉 對 然後這是 那個 那個 Cheetah Girls的結局 對 那今天我就推薦了給大家 我覺得非常推薦 然後非常好看的 迪士尼 真人系列的一個電影 對 我覺得他們的電影 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嗯 那 因為今天的時間的關係 那之後我再拍 更多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你也可能我喜歡 我其他支影片 記得去Check it out 然後呢 記得先幫我按下訂閱 然後給這支影片一個讚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